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造成至少59人丧生,当时参加乡村音乐会的32岁俄亥俄州男子罗伯森·卡迪·罗伯森,于同年龄的加州女子舞蜜雪儿,Michelle Vaux,才刚结试,去遇上这场浩劫,蜜雪儿中枪离世,让这场刚萌芽的恋情破灭。 综合媒体报道,蜜雪儿当天首次参加乡村音乐会,遇上罗伯森,两人一见如故,大谈共同兴趣,相谈甚欢,一起饮酒共舞,最后决定一同欣赏音乐节最后一日的表演,却遭遇生死永隔的浩劫。 当时枪手从32楼的饭店朝着音乐会人群扫射,起初罗伯森以为是在放烟火,但蜜雪儿却坐胸中枪倒下。 当下罗伯森以肉身保护新疆式的蜜雪儿,等到枪声结束后,罗伯森与旁人轮番对她急救。 但蜜雪儿已无反应,罗伯森将她送上送往医院的车辆后,又返回现场继续救人,也捡到蜜雪儿的包包。 罗伯森在包包中找到蜜雪儿的手机,手机收到许多位接来电,却因没有密码无法回复,直到蜜雪儿的姐夫来电才能接听电话。 罗伯森说明现场事件后,答应她姐夫一定会找到蜜雪儿。 罗伯森当晚走遍各大医院,终于找到蜜雪儿的下落,却在隔天早上11时被医师告知蜜雪儿重伤不治,罗伯森便向她姐夫告知蜜雪儿的死讯。 泪流满面的罗伯森原本想就此离开医院,却被蜜雪儿家人告知希望她留下,亲自向罗伯森道谢。 蜜雪儿的大姐表示,罗伯森是他们的守护天使。 如果没有她帮忙,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蜜雪儿。